在中美关系陷入僵持之际,美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近日,美国务卿蓬佩奥首次访俄。 普京在会后表示,俄美是时候前面恢复关系,引发外界想象。 不过更多细节却证明双方在90分钟会谈中。 在叙利亚、乌克兰、委内瑞拉等问题上矛盾重重。 双方都没有让步迹象。 短时间内中美俄三国演义的状态还将继续。 在这组关系里,中俄抱团先至美国仍是常态。 5月14日,美媒华盛顿自由灯塔,以美国持续关注,中俄深化国防合作为提刊文称。 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加强了中国的防空、反舰和其他关键能力。 两国还有可能心照不宣的,在亚洲和欧洲同时采取行动,牵制美国的全球战略。 对此,美国应该施压欧盟加强禁运,干扰中俄军事合作。 近日,美国知名智库哈德芬研究所举行研讨会。 该智库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威茨博士Richard Weitz,释出了一份中美俄互动的报告。 威茨表示,中俄军事合作关系的基础,是军售、军事演习和其他形式的互动包括会议、宣言和军事交流。 中国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日益逆切,给美国带来了新的艰巨挑战。 解放军3000余人,参加俄军东方赴2018战略演习。 俄罗斯通过提供先进武器系统,来支援中国的军事报复。 这些武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国的防空、反舰和其他关键能力。 特别是提高了解放军,在周边水域和空域,抗衡外国海空军的能力。 最近,俄罗斯又出售了苏-35核S400防空导弹,可以拦截西太平洋地区大部分战斗机、无人机和弹道导弹。 中俄联合演习使解放军,能够从战斗经验丰富的俄军同行那里汲取有价值的技能。 威慈还表示,中俄军事合作,只会随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强大。 两国均有意愿发展更为密切的防务关系。 尽管出于各种原因,中俄在战略协同上仍然有限。 两国没有完全支援对方近年来在涉及领土问题上采取的军事行动。 中国没有公开支援克里米亚入俄,以及俄阁战争。 而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主张,也没有得到俄罗斯的正式外交支援。 两国都担心双边关系,受到第三方的影响,例如乌克兰和越南。 但是,欧亚大陆两个大国更密切的防务合作,将使他们成为美国及其盟国更强劲的军事对手。 在未来的潜在冲突里,中国或俄罗斯可以利用美国与一方发生冲突,另一方趁机获益。 例如俄罗斯和北约在欧洲开战,中国可能会在亚洲事实采取行动。 反之亦然。 因此,威辞建议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应该在两个战场同时做好相应准备。 在当天的报告结尾,威辞提了三项建议。 他认为,美国应该向欧盟施压,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以绕乱中国采购俄罗斯的军事技术。 另外,美国应投入更多资源跟踪中俄武器贸易和军事交流,对两国分享军事技术进行制裁。 最后,美国应当与盟国统一立场,防止中俄利用美国同盟体系的分歧各个击破。 在一平均看来,美国的行动逻辑向来轻奇。 担忧中俄军事合作,却不思考如何改变自身行为改善与两国关系,而是开出了加强禁运制裁施压的药方。 这种药方除了迫使中俄加强合作,外不会产生任何别的结果。 在军售问题上如此,在核军控问题上也是如此。 既担心中俄走近又同时挑衅两国。 美国的套路诠释了啥叫霸权。 5月14日,美国会一项新的立法考案副本被披露。 美国会要求川普政府施压中俄达成一部三国共同参与的核材军框架协议。 否则美国会将停止为削减战略武器支付资金。 美俄在1991年,签署销毁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 该条约从冷战结束初期,签署历经多次延长。 有效期至2021年2月。 在美国退出中岛条约后,现存的削减核武器条约成为美俄谈判焦点。 美国会议员声称,除非川普政府要求中俄共同约束本国的核武计划, 否则现存协议到期后,不会获得新的资金支援。 美国会要求新的削减战略和武器要求将俄罗斯所有战略与非战略和力量都纳入进来。 而且还要加上中国。 使其成为三边协议。 在这份拟定的法案副本里, 美国会指责所谓中国核武计划不透明。 俄罗斯正在引发部署新的核弹头核发射平台。 包括对陆海空三机发射平台进行升级。 开发至少两种洲际武器系统。 如高超音速滑翔系、新的洲际导弹,以及海底资助发射的核鱼雷。 为了使退约理由冠冕堂皇。 美国会声称,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和透明度。 中俄却在扩大核武库,并研制现代化战略武器。 这对美国不公平。 目前,美国已经停止公布战术和武器数量。 在发射平台上,不仅研制了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战略和潜艇,替代服役数十年的俄亥俄级。 新一代合成兼备的B21隐形轰炸机,也将于近几年内服役。 这种攻击别人给自己行动找借口的行为注实不高明。 美国一旦退出削减战略和武器条约,未来中俄也将有所行动。